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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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绳索单根是50米 它是最深只能下到50米 那么就是说比如说在50米以外的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在45米左右就可以寻找一个庄点 再下一根绳子再下去 我们做这个高空作业的话 那么就是说在这上面如果说有这个恐高症的话 那就没办法做这份工作 这个工作做不了 李裴生说外围放生作业的环境比较艰苦 一般不是悬崖峭壁就是荆棘丛林 每走动一步都是对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 有时一脚踩空了就悬在半空中晃得好一会儿 与坚硬的岩石摩擦破皮的情况很常见 我们在组建这种万维放生的时候 它也是有要求的 首先责任性要强 要灵敏度要高 第二个身高 它不易于高 如果说一高了 那么它到这个悬崖下面 它转来转去的很不方便 那么就是讲你上来的时候 是要靠你的双手的臂力牵引上升 它是手脚是互相配合的 要把这个自己的中心就掌握好 不然的话你就产生一种中脉效应 就容易导致你变得很厉害了 而且黄山这个石头 它都是花光岩的 它比较很锋利的 很容易把你划伤 那我就到银盖松那去了 一直往前走 开200米 谢谢 在黄山风景区的所有放生工中 李培生是公认技术最好的一位 即便如此 他也曾有过失手的时候 大概是在07年左右吧 当时的时候就在这个培克松 大概也就五米多高 我就叫 当时就存在于脚写心里 我的体能这么好 我叫这么五米多高 人都一米来高了 不就上去了 那知道上去的时候 好 脚一大滑 偏离了中心 就从上面就滑下来 瞬间的树降下来 它就导致了这个手和这个绳索 产生了一种摩擦 那次意外给李培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及时改变了他对这份工作的态度 但是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马蜜大衣 脚写心的心理 祖宠了 导致了其实给我们深深的一个教育 李培生是安徽人 1997年应聘到黄山风景区工作 最初是一名检票员 后来做过路段保洁 两年后自远转岗成为放省工 才开始做的时候 特别是刚刚开始 那心里是哆嗦的 没有安全感 当时放这个绳索的时候 就感觉到就是这样 这个绳子就这么粗 万一这个绳子磨破了 这个绳子承受不了 或者是有其他的意外的这种情况 我赶紧放 越快越好 我就到底了 我就安全了 就这样子想吧 经过反复练习 李培生很快就适应了新工作 但是他并没有把工作的调整 告诉家人 他的家人是后来通过电视节目知道的 那时候他已经做放省工五六年了 家里父母他们年龄都大 他只知道我在黄山风景区上班 他一开始嘛 我是在做这个票房里面 那肯定对吧 最简单 而且很舒适 那么后来做这个外围放省的时候 我就没有告诉他们 因为他从电视上面看到 从这个悬崖上面放省收下来 然后他就劝我就是 这份工作不要去做了 李培生理解家人的担忱 他耐心地跟家人解释 这份工作的安全性和价值 首先是一个安慰解释吧 其实我们是通过的专业的培训 只要这个胆大 信要信 那么这份工作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我就跟他们说 我叫我这么多年 也适应了这个这个这个 方省这项工作 我也热爱这个这份工作 李培生除了捡食悬崖上的垃圾 还经常帮游客捡食 跌落山间的物品 每当看到游客的物品失而复得 李培生都会 在这份工作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路为友 临张一人 步步一处 你要把这个工作做好 首先你得热爱你的岗位 干一行就要爱一行 爱一行就要精通一行 我们以三位架 与路为友 临张一人 步步一处 自己掌握合成技术 才能够不修之于音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把事情做到极致 无论时代怎么变 不变的是把旅客安全 事务达的责任和使命 我将更加努力地工作 超越自我 为国家的富强 尽自己的一份贡献 在迎客松景点 李培生遇到了老朋友胡小春 与李培生相似 胡小春的工作也十分特殊 他是黄山迎客松的 第十九任守松人 自1981年开始 黄山风景区 按照一树一册的理念 设立了迎客松保护团队 和守松人的岗位 寒来熟岗位 胡小春在这里与迎客松 朝夕为伴 不曾有丝毫懈怠 每天早上六点半 胡小春便开始第一次 对迎客松进行巡护 之后每隔两小时一次 并将巡护情况 写进迎客松日记 作为第十九任守松人 胡小春一共记录了七十多本 大概一百四十万字的日记内容 主要是对迎客松每隔两个小时 进行一次巡护 把它记录着巡护的情况 及时填写在上面 特别是迎客松一些树体 主干 字牙字条 灌顶灌符 支撑架 周边的环境 等进行一个填写到在上面 夜晚游人散去 迎客松周边恢复了瓶颈 通常晚上十点左右 在完成最后一次巡护后 胡小春才能回到宿舍休息 胡小春是本地人 1980年出生 曾有过六年的军旅生涯 2006年部队转业后 他应聘进入黄山风景区工作 成为一名护林员 2008年 他参与了一场迎客松保卫战 因为2008年时候 我们是下雪下了18天 冻雨是下了9天 但是下两天大雪 下一场冻雨 大雪我不怕 冻雨是接着兵球子 它是没有办法 只能是支撑 整个迎客松都倒一直下垂一米 平均鞠血是70公分 最大的鞠血要达到一米 在有路的情况下 摸着雪摊着路 把毛竹一根根地从底下砍上来 每个毛竹虽然没有多重 八六七十斤 但是一下雪冻雨 整个竹子就关溜的 我们有的童子上去手 抱着竹子就跟竹子粘在一起的 正常的情况下 像我们下山一个情况 一个多小时就下到底了 就是这样摊着路 我们走四个多小时 上来的时候 还走了三个多小时 就这样一根根地把毛竹运 就这么运下来 当时有些人结束以后 有的人脚上动了洞窗 有的人脚后跟动了 最后都流出血来了 这是没有办法 我们用毛竹运了570个 你木头运了13个方 铁丝都就用了两吨多 我们对银克松达了一个 跟这个五成都高的一个房子 就确保到万无一失 在2月1 2月2号 整个天气放晴以后 慢慢太阳光直射在银克松上 慢慢地画的时候 但银克松整个画完以后 银克松毅力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很多的在参与这个宝贵的人 都是露出了一个笑容 这也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归 2010年 胡小春加入专门保护银克松的团队 一年后通过考核选拔 胡小春正式成为第19任首松人 当时刚接首松人的时候 对我来讲就是守护一个树 让他万无一失 就是不要让游客进去对保护 不要让动物进入保护区内 对他进行一个破坏 坚持把自己的每日守护的情况 写到银克松日记上来 就这个当时的心态 一人一样的这种感情 一人一素相伴相守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以前看树就是一个树 现在看就是一个亲人 平均每年有三百多天 胡小春都在山上值班 几千个日日夜夜 对他来说 更像是把一天重复了几千遍 工作之余 胡小春会坚持每天 给妻子和女儿 拨打视频电话 说一说山上的事情 聊一聊 家常里短 物语 物语 还好 现在好就好在什么呢 有视频了 我一天三个电话 我早上和我妻子一个 在下午一个 晚上以后 八点以后 跟我女儿有一个视频 我每天现在都是 几乎都是这么 不能和她断了这种 这种不联系的这种情况 断了这个东西 就会一定断了一些感情的 儿子没上来啊 儿子没上来哦 儿子的好长时间 我跟女儿也不上来 我跟女儿也不上来 前两天跟她讲呢 现在大了 你叫她上来 她不上来 胡小春刚开始进入 黄山风景区工作的时候 与李陪生同住在一个宿舍 从那个时候起 就是相熟的朋友 他们的工作一进一动 各自的职责 看似细微而局部 但对黄山风景区来说 却是不可缺少的 秉持着自己的初心 一定要把这个银河松 当作自己的家人守护 大家都能来到黄山 一看黄山这么干净 看不到任何的垃圾 也是我非常就是感觉到 就是非常高兴 也比较寻慰的 这里面 由我出了一份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